这些卫生组织宣布将会提供1.2亿份 新型冠状病毒的快筛测试剂给中低收入的国家 让民众可以更快就能得到筛检 这种筛检一份是不会超过5块美元 等于台并150块 最快是在15到30分钟之内就可以得到整个检验的结果 合作药厂将会在未来6个月生产 而且发放给133个需要的国家 这将会让各国的卫生单位快速知道病患 有没有确诊进而防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 有很多拉丁国家目前就是因为低筛减率 造成确诊人数急速增加 世卫希望这种便宜又快速的快筛 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打击疫情